娱乐圈这段时间来真的是不太平,甚至让人觉得是风波不断的,总是有一些不好的新消息涌现出来,尤其是一些刚刚走红就膨胀的明星,更是数不胜数,一开始靠着一步去大火,走红后就传出了各种的耍大牌消息,更难以置信的竟然被央视都点凝批平了,但是近日她再次开始了自己的膨胀行为。 这个女星就是吴锦岩,很多的人知道她都是因为她出演了《言喜攻略》这部古装剧,在剧中把人物演绎得很大位,但是颜值一直都是被众人吐槽,好在女主的光环还是战胜了这一切,凭着这部剧大火的她之后,竟然因为刷打牌被央视点名批评,虽然随后本人和工作室也是做出了道歉,但是一直没有被网友们买账, 被很多的网友怒视是膨胀了,近日更是把自己的膨胀行为进行到底了。 近日,有网友抬到吴锦岩,在出席活动的时候,竟然带着三十多个保镖,六个助理。 这样的一个出行驾驶,真的是让人不由的想起了早前范冰冰出行的驾驶,更让人想起了央视对其的批评。 但是如今这样的一个驾驶,让人不由的觉得,这明明就是在无视央视当初对其的批评啊,一点都没有低调做事做人,更没有把德放在意的前面。 在人群中格外眨眼的他才一次处到了一个风口浪尖的地步,这样的一个行为瞬间,就引来了不少网友的吐槽,甚至是怒视,支持者根本就是寥寥无几了。 很多的网友表示这明明,就是在自毁前程啊,还没有大伙就这样的膨胀,而且前段时间,还被央视点名批评了,人设本来就已经所剩不仅多了。 这次这样的一个行为,更是让自己的人设瞬间崩塌了。 还有网友直言你这样大将其虎有意思吗?感觉现场保镖的数量比粉丝还要多啊? 还有网友直接说出了扎心的话,直言放心帮你长得很安全,可以不用带保镖,不得不说自古以来网友出人才啊。 这样的一个评论也是亮了,看来这次吴景言,真的是在一次亲手把自己推到了风口浪尖,央视的事情还被平息就再次这样膨胀,真的是让人无法理解他的脑回路。 最后还是想说一句,看看圈中那些打咖集的人物,比如周润发,那么大的咖位出门不还是那样低调,甚至还坐地铁,而你一个刚刚哄起来,没多久的心心竟然如此的膨胀,也难怪会被网友吐槽被网友怒斥了。 在这个复杂的圈中做人做事,还是低调,一点为好,对于无视央视的批评,带三十多个保镖六个助理出门。 网友,比粉丝还多这件事,你有什么想说的?你怎样看待他这样大排长的出行方式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哦。